非常感谢大家依然守着百男频道 我毕业了 我也失业了 毕业给每一个大学生是一件多么期望 以及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只有毕业生才能领悟到 毕业背后种种的 挑战 可今天让我来跟你们分享我对毕业的个人看法 在我个人理解当中 对学生造成最大的影响 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而不是所谓的猪盆狗友 为什么我一说对学生造成最大的影响永远是父母呢 还记得在我们小时候当我们学会走路的那一刹那 谁是陪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的父母 在我们学会走那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跌倒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人是谁 我们的父母 在我们学会讲第一句话的时候 不是ABC 而是我们的爸爸与妈妈 经过小学中学以及大学 我们在家里陪伴父母的时间 已经大大的超越于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间 这已经可以证明了对学生造成最大的影响永远是我们的父母 身为毕业生的我们 我们不能排除父母对我们的影响 以及父母在我们人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在我们毕业后的这一五年里面 我们需要找的工作 我们需要做的这一切 不是跟着我们父母的旨意 感觉上有点叛逆 可是在这五年里面 是对我们未来造成最大最大的影响的黄金五年 因为在这五年里 给一般毕业生他们都会认为钱是最重要的 你给我高薪水 我就去你的公司上班 你给我高职位 我就去你的公司上班 可是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 在这一五年里面 你要做的东西是你自己喜欢的 而不是你父母旨意你做的事情 不是公司给你高工资 给你高职位 你就去这个公司上班 在这五年里面 是要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在这五年你要做的东西 是跟你的梦想或者理想有贡献的 东西 例如如果你想开一间咖啡馆 你在这时候你要去泡咖啡 你要去学拉花 调咖啡 没有关系 在这五年里面 是拼命的自我提升 拼命的把你跟你的理想 跟你的梦想 拉得最靠近的时候 就是在这五年了 拿到3500块马币的薪水 哇非常棒 可是你就因为这3500块每个月 你越来越远的远离了 你曾经的理想 对 有很多人说 我有BTPDM 我有学生贷款 我有父母给我的压力 但是在这五年里面 是你最没有负担的时候 学生贷款 你有我也有啊 父母给你的压力 我也有啊 这五年里面 你需要拼命的提升你自己 把你跟你的梦想 拉得最靠近 这个时候 你才是为你成功 铺出的第一步 就利用这五年 跟着成功生意人的背后 把所该学的东西给学起来 经过了这一五年 你有的就是那个知识 有的知识永远 比你有工资 来得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